… 我是大鎮園, 我是福建臨安 這箱子是我媽媽做的 我媽媽已經做了六十多年 我本身就埋了三十多年 通常我是兩點半, 這樣起床 首先起床, 就要煮皮 煮完皮, 要搓, 搓完後用爛皮 爛鹽皮, 我交給我媽媽來包 那個坎子主要是沙角, 蝦米, 紅蘿蔔 還有一個蔥頭, 然後炒了 放蠔油, 紅椒粉, 埋進去 包了, 我要蒸, 要燒四、五分鐘 我正在收拾鍋子, 蒸好了 就收拾外賣, 拿出去賣 我是五點半開始出發室 是1999年, 我放在那裡 因為想改一下環境 不可以做蚊子蚊子蚊子 蚊子經常下水, 早上比較少水 因為我就賣早市 我一賣就賣到現在 我用我媽媽的話聲 開始是從1999年 因為我肯不肯固定的地方賣 我拿外客回來, 聽到我媽媽的聲 就知道是我媽媽當國仔 其實以前的一些小吃 都是伴隨著所謂的聲音的記憶 因為很多的小販都會沿街叫賣 然後叫賣的那個聲音 我們一聽到就知道是 賣一些什麼小吃了 那我記得我十多年前 來這個金寶巴莎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把聲音呢 可以說是金寶巴莎 小販中心的一個註冊的商標 怎麼說呢 因為你一聽你就會完全好像洗腦 這樣永遠記得了 這把聲音我覺得如果有所謂的 最佳美食音效獎 應該頒給它一個聲音的這個獎 這個聲音就是 是韓國仔 老闆, 走… 你怎麼想到當初 要放媽媽的聲音這樣播出來 因為之前是過沿街賣的時候 我是這樣叫的 我現在固定向沿街賣 我就拿媽媽的聲音 即是媽媽的糕糕也是這樣賣的嗎 是 媽媽是直直直叫的 是, 沒錯 我媽媽是駕駛車賣的 駕駛駛車賣的 所以就是走街這樣 對 那在廣東原鄉呢 這個韓國仔也有人簡稱為 國仔或者是廣仔駕 這個駕字呢 其實就是糯米瓷 就是糯米駕的駕 通常指的就是 以米或者是糯米製成的小吃 其實這個韓國仔呢 是廣東地區的這個小吃 那麼在廣東地區那邊呢 他們包入的這個內餡呢 可以是腊肉、腊腸、馬蹄等等的 那你理懂的韓是怎麼韓 三國就是韓的 三國就是韓的 那廣東話裡頭的這個國仔呢 我們大可以把它想像成為 就是北方人所說的餃子 就是元寶形狀 然後兩個腳這樣子的 其實廣東人呢 在新年的時候呢 也會製作這種小吃 因為它是元寶的形狀 所以也帶有好意圖 其實看起來 都挺像廚州人的菜駕 對啦 沒錯 因為廣東的國仔區 是需要用蒸米粉來做的 那你現在是用什麼呢 我都是用蒸米粉 你是用蒸米粉 還有麵麵 三款 那廚州人的那個菜駕 一般會用陳麵粉、糯米粉 或者是薯粉等等的做成 對啦 為什麼要用陳麵粉呢 是因為給它的皮 比較透明的到時候 就是比較晶瑩 剔透一點點 那這個國仔呢 它就像北方的餃子一樣 可以拿來蒸 可以拿來煮 可以拿來煎 不過不一樣的就是 餃子呢 是用麵粉製成的 這個國仔呢 傳統上是以米製成的 所以它是米食 不是麵食 好 是米粉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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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米粉製成的